很多人对在线生意充满了误解 有些人可能对他很陌生 有些人认为只是网络监控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与公共有关系 而其他人实际上不知道他 如何影响整个业务和销售 什么是在线生意 就拿罗志祥与周扬青的事件说起 自女方发了一篇分手文时 接二连三的就是粉丝和网友开始转贴分享 紧接着新闻媒体开始争相报道 又刚好遇上疫情影响 再加上网络知名人物和网红 开始对此发表看法 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避布 结果触发了互联网传播效应 这是很典型的个人生意例子 再来2019年长荣航空罢工事件 因劳资双方协商失败 新闻媒体开始抢先报道 接着牢方空腹人员 与IG社群发表新声 人气空腹人员 再来是政治名人陆续发声 在网络生意乍看之下是牢方站稳住脚 这是因为网友和粉丝们连锁效应 形成了互联网凝聚力量 这就是企业生意典型例子 互联网影响力 互联网颠覆了我们的传统生活 它彻底改变了通讯传播方式 它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通讯媒介 您是不是都透过手机或电脑 并外卖和网络购物 与社群朋友联系共享生活 或通过及时讯息发照片或影音 这就是互联网力量所在 当然互联网不仅仅只是信息交换 它是一种复杂多科学的工具 使您能创建内容 彼此交流甚至逃避现实 假设你想与朋友讨论事情 如果选择见面 就得花时间 但如果我们直接透过手机 只要几秒钟就能传播照片 影音 声音 文字信息来分享我们的生活 然而互联网的兴起也引发了 社会关系辩论和产生了危机公共关系 甚至公司隐私和个人隐私都被挖掘 如同左右邻居八卦 传到当事者可能需要花好几天时间 但如果是透过手机的话 当事者可能当天就知道 这就是互联网传播速度 对生意风险管理 许多公司还是对客户反馈不是很健全 在做好预防风险和控制之前 您必须考虑几个因素 一 如果您的产品品质不好 引发消费者不满怎么办 二 如果您的售后服务不好 员工处理不当怎么办 三 如果您的竞争对手抓住您的把柄 集体发挥怎么办 什么原因情况下产生了负面信息 想要避免负面消息或信息发生 应注意社群媒体的投诉 必要时需适当地处理它们 因为社群与网站不同在于 它在搜寻引擎上显得更突出 如果有人Google搜寻您的品牌名称 并发现诽谤性内容该怎么办 让我们看看负面信息会出现在哪 负面评论 评论网站我的商家 可让用户消费者表达对您品牌看法 他们喜欢您的服务产品吗 负面的评语可能会影响您的业绩 销售 乡民论坛 PTT PTT和The Card底卡 让乡民有机可乘 在负面文章上加油添醋 甚至转贴分享发表虚假不实的信息 这就是酸民的聚集场所 负面媒体报导 因为网络传遍负面信息 新闻媒体记者为了赚取流量费 如同战争一样 都在比看谁发得快 写得好 自然的负面文章就被曲解了 当发生负面信息时 我应该报警吗 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 人人有权享有见解和言论自由 这项权力包括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 持有见解的自由 以及通过任何媒体和不论国界寻求 接受和传播信息和思想的自由 显而易见 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对品牌的声音 但是有几点还是需要遵守 使用诽谤性言语 发表虚假不实信息 所害公司的声誉 如何应对负面信息的波及 并保护个人或公司名誉 一、向Google提出移除关键字连结 二、删除负面评论 三、消除负面文章 四、负面信息调查 五、修复生育策略 负面消息 在线生育完整处理方式 一、受到尊重 让客户或消费者尊重您和重视他们 二、必要时公开发表 是一家有责任的企业 并且提出合议方案 三、监控他们对您的评价 从他们的评论中取得最佳解决方案 四、快速有礼貌地做出回应 如果客户通过我的商家投诉 则迅速地回复他 五、解决批评 及时提供声明 并且邀请这些批评者与公司一起发表意见 六、将您的证明放在网站上 前提如果您的产品有瑕疵或仪式仿冒品 七、了解您的批评者 批评可能是一个机会 让您更了解受众 并做出更好的信息 八、恶意攻击者 当同行或离职员工攻击时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 建议先搜证 再来提出告诉 九、从错误中学习 倾听客户消费者意见 不是等到了一局人发声 才做出回应 那么就会触发负面传播 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十、必要时寻求帮助 如果您对负面文章 信息处理经验不足或是没把握时 建议您选择专业生育人员帮助 因为他们能帮您事先分析预测各风险 并将其删除负面文章或信息 如果第一时间发生负面信息与文章时 请不要一时的冲动做出回应 多问问员工或亲朋好友意见 如果有预算的话 可以找生育管理公司帮您妥善处理